icion Ngoc 大概那个观众 他有修到嘛 你看他那个度量 他那个平天下的才华 他那个柔软的 宛软的那种 对待国王那个方式 一定有修行的人才能這樣做 所以我們想一想 那修行的人 不一定不能貪欲政治 如果有一個那麼呆的 好呆的那個 呆剛好那種國王 我們就把他抓過來 然後我們也跟他一起玩 也不錯 我們記得上次 我們談那個觀眾的時候 知道他那個 俗世那種方式 是真的第一流 看那國王很壞 他也跟著壞 不過他心不壞 你懂嗎? 他就隨情況變改而已 他自己知道他要什麽 如果他一天到晚 情景這樣子 晶晶連連 然後一滴酒 什麽都不喝 看那個女孩子 就看鼻子的 看他自己的鼻子的 那國王還舒服 用他在旁邊嗎? 那個國王又吃又喝又玩又樂 又什麽壞都有 然後他在旁邊 又高又貴又盛又賢又賢 你認為兩個可以混在一起嗎? 不可能的 如果沒有我死 就是你死就對了 那個競爭力太強 是不是? 然後看都不一樣 是不是兩個都是好像兩個極端 一個是聖人 一個是怎麽凡夫的 但沒有人受得了 何況國王呢? 所以他看國王說什麽 他也好像假裝做一模一樣 他也好像假裝做一模一樣 比國王還要糟糕了 所以他名譽都不好嘛 那個時候嘛 他死了以後 沒有人奉他的那個什麼孫子 兒子什麽好東西的 他沒有留給他的家庭任何的名譽 所以不過他可以憑天下 他可以治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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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知道怎麽治國的憑天下 他知道怎麽婉轉的做事 他知道真人不露相 我覺得他好了不起 中國都有幾個這樣子 我們就世界和平了 那我們一聽他講這樣子 如果我們不懂的話會嚇一跳 什麼一個國家的大臣 講話這個樣子呢? 叫人家適合玩樂 你愛幹嘛就幹嘛 我們都知道喔 我們多數的愛的東西 都不是好的 所以不能說愛幹嘛就幹嘛 是不是 他爲什麽這樣講呢? 就是因爲他講的時候 他知道他講什麽 而且這個聽的人 也是等級很高 知道他講什麽了 他講一講 不是說隨便跟誰講這樣 他就懂 你跟那個殺生肉酒鬼 博鬼的人講這樣 他就繼續做下去 傷害他的家庭了 是不是? 所以也不行啦 不過當然他不會跟那些人講話 他就才活了 他的時間、他的元氣 神下來給治國品質下 他不會浪費時間去管閒事吧 那現在他繼續解釋下去了 解釋給那個煙品眾聽 應該怎麽適合玩樂 他說你這個耳朵 如果想聽音樂 然後不能聽的話 那你就好像禁止你的聽官喔 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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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你的聽官 你的眼睛喜歡看那個美麗的東西 然後不能看的話 那就是那個士官被控制了 鼻子很愛聞那種香味 然後不能聞的話 就就這個就鼻官被控制了 被鎖罐了 那個嘴巴想講那個 對不對的事情啊 那是是是非非非的事情 然後又不能講的話 那就這樣子就等於我們 控制我們的頭腦一樣 然後我們的身體 又喜歡吃好的東西 喜歡賺漂亮的衣服 肉又不如願的話 那就我們 控制我們整個身體了 控制我們整個那種習慣啦 喜歡 然後我們的心想放下啦 想那個 想放鬆啦 有沒辦法放鬆的話 就是我們 控制我們的本心 這些控制的 那種地方啊 就很像暴主一樣 暴君啊 就像那種暴君的做法 很那個殘暴就對了 意思是很獨裁啦 如果你離開這些暴主啊 那些獨裁的 獨盡的 那種什麼概念啊 然後你歡喜了 活了你的生活啊 其實你活了一天啊 然後等死啊 或是一個月啊 或是一年啊 或是十年啊 然後你死啊 我一定也會甘心 那個人我就說 一直說 那個人那個 這個義武認為 他是知道怎麼養生的 怎麼活的 任何人被這些暴君啊 或是獨尊獨裁的 控制的話 控制的話 又沒有辦法了脫 然後每天這樣子 心得很擔心啊 然後每天這樣子 心得很擔心啊 即使活了一百年的話 或是一千年的話 即使一萬年的話 即使一萬年的話 那些人啊 管義武也認為 他不懂怎麼活 他認為是死人 這個不是他一個人這樣講 他能這樣子講 表示說他真正的了解到你 不是看書的 能講這樣那麼清楚 我抱歉 我中文不大流利啦 不過你們了解 修行 有修行的人就會了解 有關這種華聖聖的人 又是算死人的話 耶穌基督也有說嘛 有一次 有一些徒弟什麼來說 他要忙啊 回去要埋葬他什麼 送什麼人去墳墓 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哎呀 不要管他啦 讓食人去埋食人啦 意思是說 那些人也沒算什麼 華每天也是這樣子 每天也吃東西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等一下也吃 然後他又再來 這華就跟食一樣 沒什麼新鮮 沒什麼那個動機 沒什麼高牙的目的 生活就是頻頻這樣子 像樹木啊 像石頭一樣 還有那個Krishna 有沒有Krishna 他有一次也這樣子這麼說 你看 那些人已經 本來都死了 也許不是他們躺下來死的 不是躺在棺材裡面死的 不過他們心、腦裡面死了 他有頭腦 不過沒用 有心 不過沒感覺的 有五官 不過沒有應用的 沒有吸收什麼 跟神廟的東西 跟高級的東西 跟高級的東西 跟讓我們的生活 越來越有智慧 越來越自在 越來越和平的東西 所以那些人Krishna、耶穌還有管一吾 認為他們是死人 認為他們是死人 你們同意嗎? 你們同意嗎? 然後管一吾 他就繼續說 我已經解釋那個揚聲法給你聽 那那個送慈法 你認為如何? 大概這個冤瓶眾 專門是弄棺材的 或是他專門那個 弄那種儀式 埋葬的那種儀式 有沒有 大概醬儀社 或是病律館什麼那種? 社長 病律館的館長 所以他說,那送慈的方法 你認為如何? 宴律館長就回答說 那個送慈法不重要 有什麼好談? 然後管一吾 因為他大概很兼卑 而且是為了要談 不是說那種單行道 只有我講話 上我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請那個人 其實這樣子不重要 你認為不重要 不過還是 請你說說給我聽 我還是喜歡聽 哎呀 這個管一吾 真的不可思議 他真的是誰 他都挖出來 他這樣人家來問他 他還讓人家那麼高興回去 終於還是講到幾句人了 他連送死而已 沒什麼好意思 他也可以把人家挖出來 可以給人家講了出來 你給人家高興 那宴律館長一定回來 永久不會忘記管一吾 不管以前已經尊重了 現在更尊重了 現在更尊重了 以前已經很陽目 現在更永久不忘了 除了那個宴律館長聽他講這樣子 聽他一直想聽有興趣 對他的那種職業很有興趣 他還蠻高興的 趕快就念一大堆下去 不過他也很尖卑 不是因為那個管一吾這樣子逢他 他就馬上就 彼此長得很大 沒有沒有 所以講話也蠻穩重 蠻謙虛 他說我們死了以後 那個送死的那種儀式 沒有辦法屬於我們 沒辦法屬於我們 我們沒辦法控制咯 所以罰帳也好 丟在河上面 給他溜出去也好 給他溜走也好 埋在地下也好 或是怎麼樣 曬在樹上也好 有沒有曬在樹上? 有,有一些部落這樣做 不講,不講 我知道太多了 你們不應該知道的事情 我不講那些恐怖 今天晚上會做噩夢 告訴你們 不講,不講那些風俗 就有一些部落 人就死了 就把他掛在那個 天花板上面 然後把他蒸蒸蒸這樣 給那個油流出來 那個油流出來 他們擦臉啊什麼的 擦頭髮的 就這樣子 好啦,太多了 不講了 不講 對啊,你們吃豬也差不多嘛 吃豬是牛也差不多 也是類似啊 不是用牛油擦東西嗎 然後加油加東西吃嗎 然後那個牛曬乾也就是吃牛乾嗎 牛肉乾嗎 然後粗肉乾嗎 不是一樣嗎 有什麼不一樣呢 類似呢 類似呢 人跟動物看起來 類似啊 出去看那個病律館 然後病律館那邊 我是看到人家開刀 也是看也是類似啊 也是紅紅的 水很多啊 流在那邊 那骨頭也是白白的 好啦,好啦,好啦 我不恐嚇你們 事實是這樣子 我沒恐嚇 想一想就知道 類似很一樣 一模一樣 不差 就牛比人還要大一點而已 然後他繼續講下去了 他說買在地下也可以 曬乾在空中也可以 不然的話 用草把身體包起來 然後丟在某一些洞裡面 也可以 不然的話 穿漂漂亮亮的衣服啊 很高級的衣服啊 然後穿裝飾什麼的 然後就人家 穿在一個漂亮的那個 那個寶貴的那個 寶貴的那個裝飾的 棺材裡面啊 也是一樣的 他說都一樣的 都好 他的觀念是這樣 那個時候 管一虎啊 就跟那個寶鼠雅說 大概那個生死兩個道啊 我們兩個都了解了 兩個意思說 他那個 冤貴的那個 冤貴的那個了解了 他意思說 他了解生啦 冤貴的那個 冤貴的那個了解了 他是客氣啦 他兩個都了解了 聽懂嗎? 大家好高剛啊 這個人 你們都懂了 懂事懂啦 做了還是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既然已經懂了 就進了一步 要做 要開放自己 要解脫自己的思想 不要被社會 綁住太厲害 我們靠自己的直覺 靠自己的智慧 我們認為什麼 不傷害到別人 對自己利益 對利益別人 我們就做了 高興就好 因為我們修行 為了要高興快樂 每天每週連場的話 不管你得到什麼等期 已經講過了 是懊惱佛而已 是不是 對 我忘記跟你講 有一個懊惱佛 一個單身佛 一個結婚佛 有差嗎?有差嗎?有嗎? 一個單身佛 他死了 就變怎麼樣? 一個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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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跟太太 一起相聚 然後一個懊惱佛 他死了以後 變怎麼樣? 一個結婚 他就跟太太 一起相聚 一個懊惱佛 他死了以後 變怎麼樣? 怎么很在意 怎么活的 死的时候 弄得很隆重 事实上只有一个身体 躺在那边而已 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的身体 跟那个牛的身体 也没什么两样 上一次我们有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 他常常去拜那些修行的人 他看什么人 和尚那些 不是哪一个和尚 他都拜了 那个时候他就拜 释迦牟尼佛的和尚而已 因为他知道 那些人都是开悟的 所以他拜下去 然后他那个大臣都很深心 说你是堂堂一国之君 怎么每次都对那些 那个气概的衣服也赚不足 每天要去脱脱 吃住又不够 那种气概 你要磕头下去 然后国王才叫他去卖那个动物头 动物头 他那个人头 有没有 动物头 什么动物头都可以卖得出去 那个人的头卖不出去 然后国王就问他 为什么人头卖不出去 那个大臣就说 因为人头没持钱 这个人的头没办法做什么的 所以不持钱 没人买 然后国王就问 那正的头呢 是不是 也一样不持钱嘛 那个大臣不敢讲话 记得 后来是没办法 就要承认了 所以我们死了以后 不管你是国王 或是你是什么人 你的身体死了也是一样 等一下还是动物来吃啊 昆虫来咬啊 然后还是跟时间啊 那个什么分裂这样子 然后就事大 还是还回那个自然 我们没办法保留他 当然有一些埃及的国王 或是那些别国家 他也有想办法 用那个腰啊什么 木乃伊啊 当木乃伊啊 不过他还是跟你前不一样啊 身体还是跟你前不一样 也用不到什么地方 他除了用考古 花好多钱啊 好多人力 好多时间 为了挖一个 死了两千年以前拿回来 放在那边好玩 有时候人家做事 真的很奇怪的 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们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然后一天到晚就说 饿啊什么 这边不够钱啊 那边不够饭啊 那边在那什么 都没人管 就去管那些食人啊 还有动物啊 什么恐龙 什么骨头 都挖起来 一清二楚 付好多钱啊 还冒很多人的生命啊等等 还有冒很多那种 发病的那种 那种冒险的那种 因为挖那些东西出来 有时候传染病以前 我们没办法现在预料的 所以因为常常 他们乱挖这样 我是跑到那种森林里面 就冻到那种自然里面 还是砍森林啊什么的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 有很多奇病 因为那种细菌 从那种森林里面 几千万年都没人动啊 我们也没有药可以 它可以饮料那种病 然后就随便挖 带回来 所以有很多病 我们现在没办法 没办法医疗 去考古也是类似的 很多事情很恐怖 因为有一些坟墓里面 他四周都放了个细菌 或是毒药的 为了要免那些去挖棺材 拿钱 还是拿他们那个装饰瓶 然后很多珠宝在里面 所以那种坟墓 常常都有那个预防好的 当然也许终于也会拿得到 最后一个全部死了 最后那个也许细菌都抓别的了 然后饶它一个 也许它也可以拿出来 终于啊 不过还是对世界很有害 我们做事都颠倒就对了 活的时候才是很重要 是不是 要补养身体 要做对身体好 要对社会好 对生活好 快乐高兴没有 要等十的时候 哇 活的时候没人来看 十的时候 哇 整阶都是 不是 祖塞交通啊什么的 他死了 什么都叫来了 奇怪 然后杀了很多猪 很多牛什么的 他一个人吃不完 当然都紧磕 然后造很多 杀生自业等等 在那个地藏网经里面有说 如果我们死的 然后别人杀生为了我们 我们也是一样造业障 或是生小孩的时候 或是生小孩的时候 然后为了残母 为了残母 那个杀生 供什么神鬼 那个妈妈和小孩 也会受影响 有时候受病啊什么的 不自然有病 又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因为业障 杀生的业障 所以妨碍到他们的 母子的健康 然后死的人 被杀生供养的话 为了他们供养的话 还是妨碍到他们的自由 妨碍到他们那个早日解脱 或是生更高的境界 福报会减小 所以有时候我们世界的人 做事好意都害人家 没有研究好古代的人 很多教我们很多方法 我们都不听 我们都说我们是佛教徒的 不过不晓得 地藏网经里面讲什么 什么里面都讲的 看那部地藏网经以后 连自己也不想吃 不敢吃 何况在那边杀生 为了别人 都是说佛教徒的 什么人都是说佛教徒的 大家知道关于菩萨 地藏网菩萨是谁 不晓得他们讲一些什么 他们说的事情 他们都不做 那何必说自己佛教徒呢 比方说我是英文的学生 然后我老师叫我ABC 我也连ABC我也不念 我就知道那个老师的名字而已 然后我一听到晚都说 我就是他的学生 这样行吗?这样对吗? 有没有利益什么? 对我来没有 有没有利益什么? 当然没有啊 世界都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世界见导 活的时候没有找路走 不知道我们那个家在哪里 我们迟了去哪里 没有人管 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走在路上 那他不知道他家在哪里 那不晓得等一下他回哪里去 你认为那个人是不是逗酒化壁 是吗? 那我们人也是这样啊 也是逗到酒吧 在这个圣华的路上 一时走一时走 我家很不曉得家在哪裡 死了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回家 回哪裡家呢? 滑了不知道 死怎麼知道 世界做事都很顛倒 滑的時候沒有照顧好 死了就抓那個墳墓那裡 那裡不是我們的家 那個墳墓也不是永久 等一下打仗 或是什麼地震 連墳墓也不見了 然後你家在哪裡呢? 比方說這樣子 是不是? 萬一你找不到一塊好的地呢? 萬一整個世界都死了 然後沒有地可以買賬呢? 奇怪 我們死了那麼多 怎麼還是有地 奇怪 我有時候覺得很擔心 因為我看台灣的地小 懂不懂 然後每個人都去找那個什麼 林地 什麼龍雪 什麼的 我擔心死了 輪到我的時候 我還是年輕輕的 大家都找好 輪到我去辦 又不好意思抓那個 蟲蟲府房邊 那個大概地理很好吧? 那大家都找到好的地理的話 那滑的人跑哪裡去呢? 真的我擔心 等一下 難怪房子越來越貴 地越來越糟糕 連我們西湖這邊 現在也很難買地 本來已經這邊 鳥不勝丹的 沒人要的 是不是? 為什麼一夾地 三十萬的 沒人要買的? 現在變成說 好貴 好起碑 不曉得賣給誰 只有我們在這裡而已 我們近幾天才來醫師 你們要不要買地? 你們要不要買地? 不要嘛 一個禮拜來醫師 何必嘛? 一個禮拜來醫師 何必嘛? 當師父買就好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來了以後 這邊才比較興隆一點 不然這邊沒什麼 以前路燈也沒有 OK 知道了 知道世界顛倒了 那你們現在 投房過來打坐 你們不要這樣坐 平常就好了 坐在屁股上面比較安穩 大家打坐吧